它是唯一一家和中国航天事业合作的照明企业,连续十多年,入选亚洲品牌500强。 早在十几年前,它的市值就已经到达300亿,它就是吴长江创办的雷尸照明。 然而,一手创办雷尸的吴长江却在一晚上输掉公司5个亿,还在外欠下近5亿元的债务,最后更是被提出雷尸的管理。 不仅公司落入他人之手,吴长江更是差顶入狱,带领雷尸走向成功的吴长江为何落得如此下场? 又是谁抢走了雷尸?本期长江锦囊就来带大家走进吴长江和雷尸照明的发展故事。 1992年,南下创业浪潮一波接一波的袭来,有着一份好工作的吴长江压抑扶住自己的创业之心,选择辞职孤身前往深圳。 可在深圳漂泊半年,始终没能实现自己的老板梦,于是他决定离开深圳,去同事创业宝地的广州寻找机会。 来到广州的吴长江,先是进了一家登居厂,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,很快便在工作中有所建树。 一心想当老板的他,还在工作之余,偷偷学习起广州老板的管理经验和企业经营方式。 1993年,学到经验的吴长江,再度辞职创业。 1994年,吴长江带着自己打拼多年,攒下的一半五千元,联系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杜刚。 在杜刚的帮助下,有三位老板愿意出资帮助吴长江,随后吴长江又找来了自己的大学同学。 就这样,六个人带着十万元的启动资金,成立了惠州明辉电机有限公司,主生产电子变压器。 公司第一笔单子是来自香港的大单,对方要求在两个州内交付两万只变压器。 要知道,以当时的技术,只凭他们十个人,光是制作模具就得一个月,两个星期早两万只出来几乎不可能。 但是吴长江没有一丝犹豫借了下来,之后六人不分昼夜竟然真的两周时间内赶制出来。 而这笔交易赚了二十多万,之后他们的订单不断。 但是当初出资的合伙人都成了股东,这么多的股东,矛盾自然也多。 面对众多矛盾,吴长江决定将公司败,各自拿钱责任。 经过这次创业的失败,吴长江就想创办一个由自己掌控的公司。 1998年,吴长江再次决定创业。 他找到自己做市场营销的同学胡永宏,想让他跟自己一起创业。 知道吴长江之前创业事迹的胡永宏在吴长江信誓旦旦的保证下,同意了吴长江的提议。 这时,之前尝到甜头的杜刚,听到吴长江又要创业,执意加日进来。 这年年底,他们三人在酒桌上,胎板定案,规划出开公司的股权划分。 公司最大股东就是吴长江,而公司也就由他说了算。 就这样,为事照明成立了。 但是吴长江是个股徒,他常常向胡杜二人借钱,由于输得太多,借的钱自然还不少。 于是,吴长江提出用自己的股份抵债。 2002年,吴长江将自己的股份以1000万的价格稀释。 这样一来,三人的股份构成比例平等。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个股权平等上面。 之前为了抢占市场,吴长江成立专卖店,还给出高额补贴。 这一做法,为产品打响名号,摆脱低价劣质标签,一举拿下众多订单。 后来更是开创产品召回制度,让大家都记住了这个诚信的企业家。 但是之前,吴长江是公司最大活动,人们提到雷士只知道吴长江,不知道其余二人情有可原。 可是如今,三人平分天下,谁都想盈利坚守。 于是,看着两人明哲暗斗,吴长江不胜其反。 主动提出,自己愿意退居幕后,公司交给吴,杜二人打理。 但是离开吴长江的雷士,经营状况越来越差。 员工和经销商为了雷士的总部,要求吴长江回来掌管雷士。 董事会不得已请吴长江再度出山。 胡、杜二人也被回来救据的吴长江踢出了雷士。 果然,在吴长江的领导下,雷士很快好了起来。 这也让吴长江产生了雷士离不开自己的幻觉。 2005年,雷士成为国内最大的招工企业。 吴长江开始建设省级营销中心。 这让全国的经销商们都能从中获益,很快得到大力支持。 但是在勿完给吴,杜二人的1.6亿巨股后,雷士账面浓动资金所剩无几。 他便想到了去拉投资。 就是这一想法让他彻底失去了雷士。 吴长江找到的第一个就是投资界元老继人物——颜艳。 两人一见如故,于是颜艳投资雷士,拿下近36%的股份,畏惧雷士第二大股东。 但是颜艳对于吴长江重义级的管理方法十分不满,让人多次产生熬斗。 2010年,就在雷士上市后不久,颜艳就带着施耐德入股雷士。 这时,颜艳和施耐德的股份让吴长江感受到了危机。 作为创始人,吴长江在古都大会上只有两个位置,而投资者却占据四个位置。 这就意味着他在双方对异中处于劣势。 于是,早就对吴长江不满的投资方联合罢免了吴长江的职务,并将他赶出雷士。 然而,就在吴长江离开后不久,那些跟着吴长江打拼的经销商再度拿出当年的手段,要求吴长江回来掌管公司。 在事件日益发酵下,工人罢工,股票瘫痪,雷士却是遗坛。 即使这样,雷士的股东会依旧不同意吴长江回来担任董事长,只让他担任公司连外委员会负责人。 于是,吴长江开始在股东中培养自己的势力。 王冬雷就趁机入股了雷士。 2012年底,吴长江将自己股份大部分转让给王冬雷的德豪润达。 王冬雷另外通过收购的手段,收取雷士在外的部分股权,一举成为第一大股东。 而吴长江则入股德豪润达,两人达成统一战线。 依靠吴长江入股的王冬雷先是说服施耐德跟自己战役面,之后便逼迫延延退位。 2013年,在王冬雷的支持下,吴长江重新坐回董事长的位置。 这看似吴长江胜利的局面,实则是他彻底失败的开始。 由于吴长江包庇自己亲人,损害公司利益,两人公开对质。 吴长江也因此被董事会再次罢职。 这次吴长江再次召集经销商,企图用老手段逼宫。 但是这已经损害了经销商的利益,经销商不可能再站在他这边。 2014年,随着吴长江被惠州市公安局拘留,此事告一段落。 2016年,关于吴长江的案件在惠州市法院公开审理。 吴长江因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 舍后不服的吴长江申请上诉,于2018年,针对此事件二审开庭。 二审判决因一审材料证据不足,撤销原判,案件驳回重审。 而雷师赵明在王东雷的带领下,事业蒸蒸日上,不仅成功做成中国最大的赵明企业, 更是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唯一合作赵明企业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,请为我点赞转发。 你的每一次鼓励都是我做出更好内容的动力。